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听小松说 你跟摄影师打起来了 对 是那孙子找茬 小松很担心会被炒了 他压力挺大的 不会的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小松啊 我 他给我打电话诉苦 工作的事他不找我 找你诉什么苦 他怎么敢跟你抱怨 你就没别的要说的 暂时 好像没有 你他妈的 那冯哲呢 你见他了吗 没有 那以后呢 以后还见他吗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他 如果我会和他好 也不会等到现在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和他现在只是朋友 如果我让你以后都不见他呢 俱涵 这没有道理 谁给你讲道理 我烦他 你不准再见他 俱涵 你冷静 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这太幼稚了 你果然对他欲情未了吧 这么多年来 没见你有什么朋友 怎么这个朋友 你就舍不得了 正因为我没有多少朋友 所以才会珍惜 我从没骗过你 我和他不会有什么 你可以相信吗 我不相信冯章 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那天对你那么殷勤干什么 他对我不算殷勤 只是回国后想起我这个朋友罢了 我不管这些 我只要你不再见他 我和他 你必须选一个 俱涵 这不是选择题 别为难我好吗 我为难你 六年前没有他 你好好的 现在怎么不行啊 是我没时间陪你你寂寞了 宋俱涵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都二十六了 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 你教育我 他妈算哪根从你也敢教育我 可顾 别让我再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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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瘦 不想再看见我了 结束了 六年 真的 结束了吗 早知这天回来 我以为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 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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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顾